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唱给你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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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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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林娜女士的先生 老罗不是我们中国人 说姓罗的那个罗 真的是敲罗打鼓的那个罗 老罗 您是对于边中是 跟边中已经是有12年的缘分 我第一次是2005年 在阿姆斯达有了一个 非常大的中国艺术节目 然后那时候在博物馆 他们也展示了边中 但是我看到这个乐器 我就想 必须要把他的声音复活起来 如果我们现在做当代的音乐 在一个那么古代的乐器上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音乐梦想 所以从那个时候 就我一直都想把它放在舞台上 现在就是开始 看到边中 听到边中声音的时候 他马上就告诉我 这是我的中国音乐梦想 我一定要让世界上的人 听到边中之声 那13年前他告诉我 他想做边中的音乐会 边中的歌剧 我觉得这可能吗 你是怀疑他的 对 因为边中太大了 好几吨重 怎么上舞台 所以我刚开始在于怀疑他 然后这十几年你知道吗 他去湖北 去了好多次 然后我记得他刚开始去的时候 带一个大包 装了十几把锤子 全是他自己手工做的各种不同质量的锤子 他想研究边中怎么敲 所以关于边中 关于两位 我把时间留给我们四位建厂团的成员 进入我们这一首经典作品的键上时刻 因为边中并不是在很多场合都能够出现的 1978年出图以后 有文化部还专门的音乐专家 那么在隋州进行了全面的测试 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听到了 沉睡了2500年的编钟 第一次发书了 应该说是浪漫的千古绝唱 那个时候应该说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第二次敲起他的时候 1984年 1984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湖北省的编钟的演奏人员被特批 随编钟一起请到了中南海活人堂 在那里给各国的文化使节进行了一次表演 这个也是向世人和世界展示了 中华文化特点浓郁的文化特色 第三次就是1997年 《香港回归》 由中国作曲家谭顿为香港回归创作的交响曲 《1997天地人》 那次是经国家特批 再次敲响 那么你们今天的这一次 虽然不是原件地搬到舞台上来 但是我觉得很不容易也体现了你们二位 对艺术的这种尊重 对艺术的这种严谨 我比较好奇的是 把编钟跟处词做这样的结合 是谁的idea 我们俩一起的 一起的 对 因为什么样的词才配得上编钟呢 对吧 编钟本来就是处地出来的 所以屈原的这种精神情怀和爱国的心 我觉得特别跟编钟的声音撞击在一起的时候 像刚才我唱的时候 钟声一敲 我就反复回到了2500年 然后最后我真的唱得很感动 因为就是被屈原的这种 其实它那么有才华 可以在别的国家也可以发展 但是它宁愿舍弃生命 它也要留在自己的祖国 所以我们把离骚作曲 就是今天只展现了四分钟的歌 希望把它唱出来 让大家也感觉到离骚处词的能量 路漫漫其修演戏不将上下而求索 我觉得屈原的这种上下求索的精神 一直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我们知道屈原这个人物 刚直不阿 在楚国的时候推行改革 推行变法 倡导美政 这就像他在离骚里边 所写的那些香草一样 他所有的这种文学的意象 使用的目的 都是为了烘托一种美好的人格 和一种美好的治国的理念 所以我想在屈原的身上 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是一种 炽热的爱国的激情 所以我们今天重温 用这黄中大旅 用这编中演奏出来的音乐 遥想当年屈原的离骚 和上下求索的精神 对于我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谢谢 用经典诗词 品棉柔好酒 本节目是由棉柔型白酒开创者 孟之兰独家冠名播出 六个核桃 CCTV国家品牌计划行业领跑者 感谢六个核桃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感谢经典传唱人 请您在经典名册上签名 路漫漫骑修远骑 五江上下而穷选 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和老罗还将走得更远 我是经典传唱人 孟琳娜 请打开微信摇一摇 我们把经典分享出去